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非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现在的夫妻还不如一个陌生人有用 往往当夫妻之间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意去帮助对方 一般来说夫妻原尽有这五个表现 就算不离婚也是互相伤害 还是早点放手吧 一 总会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都知道 现在大多数的夫妻 他们总是会在彼此都不忙的时候 就会把离婚两个字当作玩笑话给说出来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婚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这两个字 多少人都是因为这两个字 而使他们最终走向了离婚 导致婚姻失败 所以如果当一对夫妻 他们经常会把离婚两个字挂在嘴边 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那么像这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早已经变得很冷淡 再也没有了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还选择继续待在一起生活的话 那只能说你们都是在互相伤害 倒不如选择真正的离婚 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释放 二 婚后出轨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夫妻 他们两个人在结过婚之后 都会去背叛自己的这段婚姻 从而使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淡化起来 即使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 他们两个人也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激情 尽管他们都选择出轨 但他们两个人却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在他们认为 两个人都出轨了 都是对婚姻的一种不负责任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还选择继续待在一起的话 那么你们只能是一种互相的折磨 倒不如趁早解散 三 您对全世界人孝 却唯独不对你 现在很多夫妻 他们两个人在婚后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整天形影不离 都觉得离不开对方 每天都腻歪在一起 在很多人眼里甚是羡慕 可是当他们结婚后 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 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往往对彼此都不会去关心 然而他们也不会对彼此去微笑 他们甚至愿意再和外人微笑聊天 却不愿意对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微笑 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 早已没有了原来的感情 似乎都变成了亲情 所以两个人处于这种状态当中 倒不如离婚 如果不离婚的话 选择继续待在一起 那么就是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伤害 四 总是会拿你与外人进行比较 当一对夫妻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正常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刚开始他非常喜欢你 并且在你面前不停地夸赞你 总是会说一些花言巧语去哄你开心 可是当你们两个人生活的时间久了 你就会发现他总是会挑你的理 总是会找各种的理由去嫌弃你 而且经常的自己一个人外出 从来不会带着你 甚至有的时候 当你们在看电视的同时 他会拿电视中的人来与你进行相比较 其实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夫妻情分 已经走到了尽头 五 从来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刚开始 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方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地去征求你的意见 在得到你的意见之后 他才会去做 因为在他的心里考虑到的人都是你 因为你就是他的唯一和全部 可是事到如今 你会发现他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顾虑到你的感受 不管你是选择赞同他还是反对他 他都会根据自己的决定坚决下去 他都会根据自己的决定坚持下去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还在和彼此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之间早都已经没有了夫妻之间原有的感情 其实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没有选择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决定 有些人就只适合做情侣 并不适合当夫妻 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这五个表现 就说明缘分尽了 不离婚也是互相伤害 还不如早日放手 还彼此自由 不离婚